滿意,其實也不是滿意啦,你是說對我自己嗎?還是說對我自己? 滿意,我是覺得第一次我們四個人亮相的那個舞台,我覺得我自己做到了我自己期望的那個程度 所以說我對自己當時的表現其實還是滿意的 對,然後還有遺憾,遺憾的是其實每一次我們都會有因為賽制的原因,我們會有選手被淘汰 其實每次我做這樣子決定的時候,我覺得其實都挺遺憾的 對,所以也是希望能夠再多為選手們多做一些,也是因為不希望讓那麼優秀的選手離開我們 自己第一次,其實整個過程給自己打分就不好說,我肯定會給自己不會很高的分數 因為,其實因為第一次我覺得我們的表演不是我們個人的,我們有跟很多國際上面比較出名 然後他們自己對跳舞有很多理解的一些高級的一些導師們一起合作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到現在,雖然我自己覺得是教級人,但是整個過程只是一直在成長,一直在打開一個領域 看到比如說,國外的這麼強的舞者,然後我們中國有這麼強的舞者 然後我們中國有這麼強的舞者 其實我們起了一個狀態,不是跟他們PK,而是怎麼領導他們去享受這個舞台 或者是怎麼去面對觀眾,怎麼把地下街舞的那個文化放在大眾的平台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我自己很滿意的地方 遺憾就是生前剛才所說的,就是每一集都有遺憾 那個遺憾就是有時候,因為我們的一個決定 就判定了有一些參賽者的一些能否留下來繼續玩,或是要離開這個舞台 有時候我們決定沒有完全是對的,有時候做了一個決定 回想一下我們自己在聊的時候就覺得,如果當初不做這個決定,是不是更好一些 所以,其實遺憾是每一天都有的 其實我也不會打太高的分數吧,因為第一天確實,因為像韋庭哥說的 跟很多國際頂尖的舞者一起合作,在舞台上表演 其實我們表演過很多次,但是當時台下的觀眾並不是普通觀眾 全都是國內,就是未來我們要選的舞者們都是頂尖的 所以,而且還有幾位世界冠軍,導致我們很緊張,其實我很緊張 其實沒有跳的像他們那麼好,但是要在他們面前跳 而且還要跟學一個之前沒有練過的舞種,所以就會很緊張 所以不會打太高的分數,但是我覺得還是完成的挺好的,大家都是挑戰自我 遺憾,我覺得跟他們說的一樣,就是每一輪基本上,而且不只一名 可能有多名選手,都可能因為規則已經全部要離開,被淘汰 所以其實很遺憾,其實都是國內很優秀的舞者 第一次,我的第一次就…合作的時候就可能…優點嘛 對,優點可能是我跟那個…那位…國際舞者的默契吧 就很合得來,然後可能遺憾的地方就可能沒有…沒有那麼充足的時間去… 去把整個…可能整個訓練的時間很不足吧 對,謝謝 謝謝